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世界末日正式开始了 我们的地球正在倒数计时当中 因为五年前有个先知 OK Saint Greta Thunberg 驾着帆船横跨大西洋 透过一个推文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推文已经被删除了 2018年6月21日的预言 一个顶尖的气候学家警告我们 气候变迁会毁灭人类的存在 除非我们未来的五年 全面停止使用石油 那为了公平起见 他并没有说会在五年之后 就是现在了 彻底结束 只是说气候变迁会 殲灭所有的人 除非我们过去这五年 停止使用石油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对于左派来说 这简直就是 约拿去尼尼威城 跟他们说再等40天 尼尼威城必颠覆 但是我们这些人有罪 没有对左派认罪悔改 所以我们照样烧石油 照样开着我们的汽车到处跑 所以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不管我们现在是已经死了 或是我们死定了 根据这位左派的先知 五年后 现在我们没有必要要花任何的精力 去对于气候变迁 做任何的改变 已经太晚了 五年后 就算我们现在已经停止 开车 停止用暖气 停止世界的供应链 也没有用 根据Saint Greta的说法 OK 改变气候现在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上班 好好的开车 好好享受 而且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世界 好好的读圣经 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家庭 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谣言 不对不对不对 再被气候变迁干扰我们社会的运作 反正已经没有用了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专业的钱 给恨你的那些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担安的钱 来支持我们这个传达 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正在改变 年轻人正在对于 左派的掌控的世界产生反感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领导 这些年轻人的时刻 告诉他们圣经的价值观 跟世界观 神的大能 圣灵的感动 耶稣的慈爱 全部写在圣经的律法当中 请一起来支持我们AI News的事工 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 翻转这个世代归向耶稣 加入我们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还有个特殊的群组 会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Sunny 跟Lily 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助你 夺回你孩子的教育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翻转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任何律师都知道 最难的客户就是一个大嘴巴的客户 如果你接到一个客户 然后他会在电视上面说 我被起诉啦 我把这个来龙去脉 能讲不能讲 我都讲出来 这个样子 这个律师的日子会很难过 很不幸的就是 川普就是川普 他不会听他律师的话 我一开始认为说 川普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他绝对可以顺利的参选 2024的总统大位 左派指控他的东西 根本就不成立 直到上个星期 他上了Bread Bear的节目 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 大概就是川普的律师 跟拜登的白宫发言人了 因为这两个工作 这两个工作的前提就是 你的客户要闭嘴才可以 不要把没有必要的资讯讲出来 不要把不明确的东西抖出来 这个是每个律师都知道的道理 你看到所有这些什么律师广告 或者是什么法律顾问的 这个第一件事情 律师都是说 闭嘴 不要跟警察说任何东西 出了车祸 先闭嘴 开枪防御 先闭嘴 不管怎么样 先闭上你的嘴 你说的任何东西 都可以拿来起诉你 或是加上更多的罪名 特别是正在调查中的案子 我不是律师 我唯一读过的法律 大概就只有旧约的613条法律 但是连我都知道 一个在调查的案子当中 我需要做的事就是闭上我的嘴 就算我没有读过法律系 电视上也都是这个样子讲的 但是川普上了Bretz Bayer的节目 川普之前在这个诉讼案上面 全身而退的几率非常高 但是他上了这个节目之后 需要解释的东西变得非常非常多 现在如果民主党要利用定罪 让他无法参选的可能性 也变得越来越高 他上节目说 他对于这次起诉他的案件 一点都不担心 Mike Pence had documents that were classified and he turned them over no he didn't turn them over he got caught his lawyers found some documents and then he turned them over why did he have them he shouldn't be saying that because he had classified documents and immediately they said oh that's okay and I suppose it's going to be okay with Biden too even though he has them in Chinatown even though he has them in Delaware and probably a hundred times more than I have so you're not worried about this case based on the law zero 零 presidential records act plus the act plus the Clinton case the Clinton case which was won by Clinton as president because he took he took tapes of leaders in his socks zero okay zero and every good lawyer has said it and you've seen that every good lawyer has said it OK 首先我們要來討論一下 有沒有人在法律之前 應該要有特權 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這邊說的就是 一系列的人都犯了法 都偷了聯邦政府的機密文件 這點完全沒錯 我百分之一百同意 然後如果我們看這些法律 而且執行這些法律的話 很多的人都要進監獄 這就是一個道德層面的問題了 對我來說 法律就是法律 沒有人應該要有特權 如果有人有特權的話 那法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法律面前不可以有特權 才可以保證法律的正當性 如果只是因為別人犯法都沒事 那麼我犯法應該也不會有事 有這樣的心態其實非常糟糕的 而且他當時是總統 如果他要執行法律的正當性的話 那他就應該要把 剛剛他說的那一串的人 不管是不是他朋友 全部都抓進去關 不過這是一個道德層面的問題 人不是機器 所以說不可能完完全全的 在沒有人情的情況下執行法律 但是川普在這邊搞錯了一點 就是他們起訴他 不是因為他持有機密文件 而是Obstruction charges 就是可以算是阻擋案情調查 但是他其實也不是唯一的一個在做這件事情的 希拉蕊在洗硬碟的時候 也是阻止案情調查 我認為希拉蕊應該要進監獄 也就是說如果川普被證明說 他有阻止案情調查的罪的話 我也認為他有義務要進監獄 對我來說在法律面前 人是應該是公平的 我不是民主黨 我不是左派 我不允許特權 一件事是有對有錯的 不能因為是川普做的 所以就很OK 但是希拉蕊做的就是應該要進監獄 如果認為其他人犯罪都沒事 所以我犯罪應該也要沒事 這個樣子的想法是不公平的 也是不公義的 根據 Andy McCarthy 這個前聯邦檢察官 他說 Presidential Act 總統檔案法的權限 是刻意的跟行政部門的檔案分開的 這一段是在說 總統沒有權利說 從現在開始 這些東西這些箱子 全部都是這些行政部門的檔案 全部都是總統檔案了 所有的 CIA FBI NSA IRS 這些檔案 都是屬於那些部門的 不是屬於總統檔案裡面保護的 也就是說 這個總統檔案法 並沒有保護到 川普檔案內的機密文件 然後這邊報導裡面提到了 柯林頓的這個 襪子櫥櫃 OK Clinton Soxtrell這個案件 就是柯林頓當時跟一個記者討論 要怎麼做一個柯林頓總統紀錄片 結果後來沒有拍出來 但是有一堆錄音檔跟影片檔 這些一直放在柯林頓 放在這個襪子的櫥櫃裡面 他們離開白宮的時候沒有拿走 變成了機密文件 然後由 CIA 掌管 但是這些檔案一開始就是總統檔案 所以說之後也還是會是總統檔案 講了一堆 我其實沒有聽得很太懂 而且要查很多資料才可以看得懂 他在說什麼 總之 川普不應該上節目解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應該是他的律師可以幫他解釋的 這可以是一個緩衝 就算那個律師說錯話了 說了不利於川普的內容 川普也可以說是他說的是錯的 我把它開除了 然後我找一個新的律師來代表我 律師就是拿來這樣用的 律師同時是你的法律顧問 同時也可以是你的黨劍牌 身為一個川普支持者 2024我希望他能拿到共和黨的提名 然後選總統 我希望他能做到的事情就是 不要進監獄 我不希望他上電視把他所有的家裡面那個醜聞 全部丟在電視機前面讓全世界的人看 然後以為說這些可以幫助到他 現在的情況我們花每一分鐘討論川普的過去 不管什麼為了2020互罵 都是在忽略拜登跟民主黨在摧毀我們的家園 因為他們花時間彼此攻擊 就是在讓小孩在學校繼續接受洗腦跟變性 對於川普更嚴重 我認為與其花時間跟2016一樣 說你當選了之後要怎麼改變這個國家 建一座牆阻擋墨西哥來的強奸犯跟殺人狂 川普在做的事情只是把更多的證據 去丟給民主黨的檢察官 讓他們有更多的理由把川普關起來而已 那現在我們就來到這個川普上這個節目 丟給左派最大的一塊肉 川普在節目上被問到說 你為什麼不把那些箱子 還回去就好了 繳回去就好了 然後再說一次 川普這次被指控的是主黨調查 這跟毀滅證據有點類似 川普被指控 他請他的律師把所有的機密文件交給FBI 但是同時他又把這些文件移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搞得最後 連他自己的律師都不知道他有這些機密文件 這是對川普的指控 是不是真的還在調查當中 或許是FBI誣告 或許是拜登隨便取個罪名 就是要壓迫川普而已 但是川普就在節目上全部說出來了 每個正確要有這些箱子 這是協定的案子 這是協定的案子 這是不是罪名的事 這是不是罪名的事 那些是我的東西啊 那些是總統的東西啊 我不想要給他們 這個Nero就是檢察官 然後主持人就說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會有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直接還給他們就好了 你現在被指控的是移動機密文件跟證據耶 那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OK 這邊 他現在說的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第一個他說的就是 對 我拿了那些箱子 然後呢 我把這些箱子移來移去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說出來 我跟你裝作不知道就好啦 甚至你之後說什麼 搬家公司不小心搬錯了 這都可以當成一個很正當的理由 你為什麼要把他們指控你的東西 說得這麼清楚明白 對 他在那邊說的是 這是我的東西 所以我要整理我的東西是很合理的啊 但是這個就是他們在指控你的罪名 然後他們啟用這些文件來起訴 裡面是什麼 沒人知道 跟川普有沒有關係 也沒人知道 然後他們就去抄了你家 然後找到了這些機密文件 但是現在川普卻出來說 對 那些東西是我放在那個地方的 不要把他們指控你的罪名 講得一清二楚地說出來 就是你在做的事情啊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為什麼川普要這樣子做呢 然後他說的 那些文件的內容 他之前說的就是 這些東西呢 是本來他當總統的時候 可以解密的 但是他現在不是總統了 所以他不能解密 他也不能給其他人看 現在他說的就是 那些東西那張紙 那一堆紙 只是一般的紙而已 一般的文件而已 也就是說他拿在手上的 可能就是 自由時報 中國時報 I don't know 就是美國的任何一個報紙 然後就說 我本來可以解密這些文件的 但是我沒有 現在這些文件都還是機密 我現在不是總統了 但是這些機密還在我的手上 我覺得 很有可能就是 他說的是真的 OK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個經歷 就是一群男生 在一個酒吧裡面一起喝酒聊天 然後就是有一個會很愛吹牛逼的 就是說你看這個什麼 十七世紀的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永遠都放在我的保險櫃裡面 很抱歉 不能拿出來啊 光線照到會怎樣啊 被別人看到會怎樣啊 或許他就只是在吹牛 或許他的保險箱裡面 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只是在吹牛 讓別人可以羨慕一下 這一切都非常的糟糕 在美國的法律裡面 我們有規定 不能讓被告站上台 宣布自己的罪名 定自己的罪 每個罪犯 就算認罪 也要搞得水落石出 這個就是避免 人被逼著背黑鍋之類的 所以這是 美國憲法保護的人權之一 那大家知道 有什麼是沒被保護的嗎? 就是自己上電視 讓這些東西變成一個影片 把這一切變成 檢察官可以拿來定罪的證據 剛剛我們剪下來這些片段 之後還會看到 OK Jack Smith跟他這個檢察官團隊 鐵定跟我們看了同一場訪問 然後寫下一堆筆記 然後把這些 川普自認犯案的這些證據 送到法院裡面 當成法院的證據 如果你是川普的支持者 如果你希望川普進去2024 你會希望川普重返白宮的話 你要知道就是 現在的情形 如果川普不能進白宮 如果川普這次真的會被關監獄 這真的不是什麼 深層政府 他們真的可以用川普講的剛剛那一段 OK 甚至那些機密文件 根本就什麼都不是 就真的就只是 川普拿來醒鼻涕用的衛生紙 不小心掉到一箱 機密文件檔案裡面的箱子裡面 或許川普真的沒有犯任何的罪 但是他們可以用這些 機密的鼻涕紙 成功定罪川普 請大家幫川普禱告 希望他下次被問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說 這些是正在進行中的訴訟案 我不方便回答 有什麼事情 問我的律師就好 然後好好的討論 2024他要怎麼樣開除掉 我們現在深層政府的這些人 講完這個有點嚴重的新聞 來點有趣的 有一個東西是比宗教信仰還要更難打到共識的 不是性別 也不是什麼2024誰選總統 也不是什麼移民政策 同婚墮胎之類的東西 這東西是只有美國經濟不好的時候才會出現的 只有美國經濟危機的時候才會被拍到 這東西就是外星人 有些人認為外星人是真實存在的 他們來用一個盤子可以把人接走 接到那個盤子裡面做實驗 然後各式各樣的陰謀論 什麼天后星人 蜥蜴人 小惠人 阿努納奇 那有些人是正確的 例如像我 我們知道說 外星人純粹是唬爛的 我們在這個宇宙當中 不是孤單的 但是如果限制的是 有形有體 然後有邏輯思維 有靈魂的話 那我們人類就是這整個宇宙當中的唯一 然後當人在天空上看到這些盤子 看到這些綠色的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在跟惡靈對話 基本上就是在跟邪靈溝通 之前末世先鋒 這個Paul長老有辦一個特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這個 YouTube上面看到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很多人會嘲笑嗎? 或是試圖辱罵我這個樣子單純的想法 他們會想要嘲笑我們這些比較現實的人 因為他們是現代左派 無神論 還有有著這個世俗價值觀的左派 這些人沒辦法想像有一個形而上 OK? Metaphysical 的一個事實 就是那些人是純粹的物質主義的人 認為所有東西都一定要是有形有體的 都是要由形體組成的 所有的活物都是一定要有血有肉的 可以分解成這個化學分子的那些人 簡單說就是進化論的那些人 那這是一個很容易破解的東西 對於人類的一生當中 幾乎所有重要的東西 都不是物質化的東西 希望、夢想、愛、數學、道德、律法 這些東西都是重要的 但是都不是實質化的東西 或是立體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的社會跟教育 在教導我們的唯物主義 就是說這一切都是意外發生的 這個世界沒有造物主 一切都是某個大爆炸的意外 所有東西都一定有形有體 所以當我們遇到這些外星人的時候 也一定是有形有體的 不可能是一個靈體的方式來出現 那現在有一位大哥 叫做Luis Elizondo 來自New York Post 他是前美國國防部的情報員 他說他是AATIP的執行長 2010年到2017年專門管轄 五角大廈對於UFO飛碟的部門 那這個人呢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前參議員 多數黨領袖 Harvey Reed 出來說沒錯 他就是之前政府的官員 他是個有頭有臉的情報員 那這位Luis Elizondo 對於外星的了解是這個樣子 對於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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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時的 對於外星人 那是不我所说 他问我 他问我 有你书的书来 我还不太 sure 我认为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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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认为 他说 你认为那些东西是 我们要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要不需要的东西 他认为 他不是 他认为 那是正常 他认为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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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ial Saying stop looking at UFOs because they're demonic Correct Okay 尤其是剛剛那個人說話那個人戴帽子那個 他其實並不同意在五角大廈的執行長的說法 他認為說我們應該要去把它看清楚 我們應該要了解所有的數據 我們應該要完全了解這些東西才對 那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去了解這些東西 好奇心並不是一個美德 我們現在在犯的錯誤 其實之前的人就已經犯過了 OK 男女不分 共產主義 無神論 多神論 濫性 性解放 吸毒 獻祭孩童 現在社會走的方向 一堆學者 專家 教授 永遠的說法就是 這一切我們都沒嘗試過 所以說我們現在應該要來試試看 我們活在一個 完全物質主義的社會裡面 完全忽略天堂 地獄 或是任何信仰靈體的東西 各位可以設想一下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which no 他們真的是科技發達 比我們聰明好幾千萬倍 他們的科技可以用來掌控我們 摧毀我們 他們的飛船已經可以超過光速的行駛移動了 他們可以橫跨整個銀河系 他們可以製造黑洞 使用黑洞科技跟時間跟空間 在這個時間跟空間當中穿梭 反正就是 如果打起來的話 我們絕對打不過他們的 我們跟他們比起來的話 就像是螞蟻對上 食蟻獸一樣的概念 跟他們接觸只是送他們 把我們自己當成中餐早餐晚餐而已 那如果他們是邪靈的話 我們就更不應該跟他們接觸 C.S. Lewis這位英國的基督徒作家 有非常好的觀點 來看我們現在對於外星人的看法 他說 我們應該要知道這些是邪靈的存在 因為靈界這個東西是真實存在的 我們是擁有靈魂體的生物 我們是一堆有機的物質 同時再加上理性的靈魂的生物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吃東西 喝水運動呼吸來維持我們的生命 但是跟耶穌說的一樣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而是靠神口裡說出來的每一句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用理性思考 來想這些東西 想說什麼是正義 我們可以創造藝術品 可以建立一個文化 也就是說我們這兩種生活方式 都是必要的 生物的需求跟靈魂的餵養 有些東西是純粹物質的 他們沒有任何的靈魂在裡面 例如像說一塊石頭 就連動物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會期待動物可以理性思考 如果今天一隻狗咬了你 你不會把狗告上法庭 然後要求他賠償 或是把他關到監獄裡面 然後有一些東西是純粹靈性的東西 例如像說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慾望 其中就包括天使跟惡魔 這些東西是會實體化的 就像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思想實體化一樣 把我們的慾望實體化一樣 天使跟惡魔他們也會實體化 基本上所有的人 所有的文化都知道這些東西 就是為什麼每個文化都會有所謂的神獸 獻祭諸葛亮會創造出 饅頭只是為了獻祭 把肉用麵粉包起來 然後當成是 蠻人的頭顱獻給那些邪靈 也有說法是那是蠻頭的來源是 欺瞞合神的頭顱 每個文化都知道靈體是真實存在的 直到進化論出現之後 然後大概在一百多年前 左派創造了這個進化論 侵入了我們整個教育系統 教育出來一堆 相信四億五千萬年前 不知道為什麼石頭開始長腳 然後變成人的教育 所以我們要怎麼看外星人 C.S. Lewis 的觀點非常棒 就是認知他們的存在 然後他們是邪靈 我們要小心 這些邪靈的目的 就是要把我們拖到地獄裡面 撕裂我們的靈魂 讓我們永遠跟神隔絕 但是我們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在他們身上 我們不應該把人生的重心跟注意力 放在這些東西的上面 有點類似就像說 你家有蟲 有蚊子 有蒼蠅 我們要知道這些蟲子 跳蚤的存在 我們要把門窗關好 窗戶要裝紗 然後看到他們的之後 要買殺蟲劑把他們全部殺掉 用衛生紙把他們捏死 然後放到馬桶裡面 但是我們不應該花一堆時間 在那些東西上面 只要把他們隔離就好了 這個就是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看待外星人 但其實他們是邪靈的觀點 OK? 這樣子的觀點也應該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看這些政治人物 我們要怎麼樣看這些娛樂新聞 那些醜聞 黃紫焦 Hunter Biden 甚至 我們要怎麼樣看 川普跟這個2024的選舉 我們要怎麼看這個 靈恩派跟福音派每天吵不完這個東西 甚至 左派的聖女 Greta Thunberg 對於氣候變遷的預言 這些東西都不應該是我們生活的重點 我們的生活的重點應該是 我們要怎麼跟神一起建造一個好的家庭 怎麼樣保守我們的生活是符合實際的誡命的 我們要怎麼樣更深的認識神 我們要怎麼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而是靠神口裡說出的每一句話 我們要怎麼守護我們的孩子跟我們的家園 我們要怎麼教育 如何教育我們的孩子 透過在家庭教育守護他們的價值觀 幫他們找到命定 我們要怎麼變得更剛強 我們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關於LGBT的議程 家庭教育 孩子的價值觀 我們跟我們的鄰居的關係 還有現在的什麼 人口販賣 色情氾濫 教會軟弱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去行動的 我們可以去打擊的 我們可以去收穫的合唱 所以這些東西才是我們應該要在乎的 其他的東西 都跟外星人一樣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他們存在 但是不要花太多時間在他們身上 就跟AI News一樣 我們想要透過這些新聞來看聖經的價值觀 而不是應該把這些新聞當成是 我們害怕 無奈 放棄的理由跟藉口 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剛強 更無謂的基督圖 而不是讓我們的觀眾活在政治 或是敵人下面的陰影 所以可以說我們的新聞 只是讓大家點進來 目的是想要讓大家看到這些新聞背後 聖經可以帶給我們的歧視 就跟一開始提到川普的新聞一樣 這個訴訟案只是個干擾 還有什麼新聞在報的什麼 鐵達尼號 探索號 沉到海底 那些只是魔鬼的攻擊 花太多時間解釋 可能會說錯很多話 而且掉進魔鬼的陷阱裡面 請大家持續的幫川普總統禱告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